股票看涨觉得最高 看跌觉得空头 怎么看都不敢买吗 掌握筹码动心背后的故事 才能赚到大波段 谢一文分析师利用科学的数据 带您前进股市成为赢家 欢迎收听决战筹码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关键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现在录音的时间是下午的 礼拜五下午的12点33分 所有的听众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主持人Coco怎么不见了 因为他昨天去打疫苗 身体可能稍微有点不适 所以今天我谢一文谢老师 我就亲自独挑大梁 我一个人在广播上面 讲股票讲行情讲盘事给大家听 今天有点属于 这个比较开高走平的状况 那基本上初步的可以看起来就是说 对这个乌尔战争 就指数来看好像有点质问 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风险 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不确定因素在 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 反正拉回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拉回就是买 要一定有条件 要有个股的条件 个股你一定要势必的好的条件在 你才可以这么做 所以各位就大部分的股票来讲 就像我们昨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所提到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你是不是应该要先做一个 所谓的挥类斩马术的动作 或者是说你应该要先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或者是停利的动作 那这个停损听起来这个非常的刺耳 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老师你是不是看坏这个行情 老师你是不是看坏这个大盘 老师你是不是看坏这一场战争 事实上不然 我们说过了里面的这个非客观 我们没有办法所控制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们会暂时做一个所谓的离场的动作 原因在于哪里 并不是叫各位说我们停损完了以后就没有希望 我们就全力来做空 不是 是如果你现在卖掉10张 你未来的价格可以买回12张或者是15张 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吗 懂我的意思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那个所谓的不确定因素 所以你会看到行情会震荡会非常的大 有一些股票既然会有低点产生 或者是以目前来讲法人不会去进驻 甚至于护盘也用不到他 也不会护到他 那请问你你还在期待什么 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波战争里面 就这个物恶方面你黄金 原油灭铝 你的供应量下滑 你的价格会不会上升 你会不会造成另一波所谓的原物料价格上涨 你会不会造成所谓的通膨 对不对 这都是很忧虑的事情 各位战争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说的准 所以我会请各位说在此时时刻不可能会有人去做一些 以现况来讲去做拉抬的那些股票 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所谓的调整 等到未来情势比较明朗一点 甚至于你把资金换到一些所谓的 更有机会更有可能上涨的股票当中 你是不是会觉得如果行情未来一反转 情势一变好 你的获利能力会比较高一点 会比较快一点 我是以这样子的思维来做出发点 所以各位你也不用觉得说 老师你是看空吗 老师你是觉得这个行情不好吗 其实不然 我们这样举例好了 比如说像大家应该会有点听到新闻 大家都知道一点 就比如说这个物恶的部分 对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厂商 无论是成熟制成或者是先进制成 都会有点影响 原因来自于哪里呢 比如说这个耙 比如说奶 比如说六伏丁二锡 这都是在美国半导体当中 很需要的所谓的关键原物料 那这个关键原物料高度依赖所谓谁 俄罗斯跟乌克兰 90%都是由所谓的乌克兰的市场供应 全球的话70%是乌克兰供应 就这些关键材料来 关键材料里面 人家现在打仗嘛 怎么可能会供应你所谓的原物料 你对半导体的成熟制成跟先进制成 你是不是就会先受到影响 所以你会看到近期的一些所谓的 这个晶圆代工的部分 半导体制造的部分 你会发现好像成为市场上 这个外资把人所抛弃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的战争 可能没有受到所谓的炮火的波及 可是就内部隐藏性的所谓的原物料 它的受食来源受阻 那我想请问各位 像这样的公司 像这样的股票 你是不是应该在此时此刻 先做一个避开的动作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消息面部分 今天盘中拜登又在市场上 又在这个媒体上发言 就是说96小时之内 基辅就会被这个入侵 那甚至于是沦陷 96小时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四天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又听到最新消息 就是说俄罗斯它这个部分 三面进攻所谓的基辅 那可能离基辅最近的一支军队 大概是剩下32公里 32公里大概 急行军的话大概半天就走完了 所以我说各位 我们不怕战争 我们也不避讳战争 甚至于战争是所谓的这个 时空背景下的利空 或者是低点 我都承认 我都可以理解 就过去过往的历史 它也是如此 可是各位当 这个消息还没有消化完 或者是还没有消化结束 比如说 比如说基辅被占领了 比如说乌克兰总统被俘虏了 比如说哪一个什么所谓的 什么电力工厂 或者是这个 有关相关的电子产品的一些 所谓的原物料工厂 它被炸了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消息 它会不断不断的一直在 如果在市场上 一个一个冒发出来爆发出来 我们说的战争的不确定性 那是不是你会觉得说这个行情会很难 很持续的上涨上去 所以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个所谓的 原则性的避开 或者是一个所谓的 先暂退 把这个资金做减码的动作 我们昨天就是在为了这个原因在做这样的事情 原因就是在这里 希望大家听得懂我的讲法 并不是跟各位讲说 我现在全面看空了怎么样怎么样 再加上所谓的今天的尾盘 MSCI要生效 以现今的国际局势来讲 外资一定会有调节的卖压 对不对 所以你找盘部分做调节的 我们昨天就已经跟各位预告了嘛 其实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就这么简单啊 我举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3592的瑞顶 我把它调到 我把它调节在600块以上 600块以上先全部做一个卖出 各位 我们第一次买525 552 568 586 那一次是卖在600块以上 这一次又拉到600块以下 我们设定的目标 660到690 先买一次 650以下 大买 好很可惜他最低只有来到560 从560又来到600块以上 先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他也是获利的啊 而且获利的很安全 他的安全性来自于哪里 我们说过我们知道他背后的一点故事 这个故事今天发生了为什么 好这个今天瑞顶他公布了 就是说 我今年大概可以赚65块 我预计 尼亚 尼就是尼配 我预计要配45块 他的值得利率8% 我们先不要讲8%这个事情好了 在525 在552的时候 我们当时怎么跟各位分析 当时的价格 我们就预计他今年可以赚到60块到65块之间 我们说预计他的配股率大概是8成 以过往的经验来讲 他真的将近就是配8成 他配了45块 当时的值率是多少 13.5%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各位 如果那一波你有参与的话 哇 总共买了4次至5次 我告诉各位绝对是丰收 绝对是丰收 如今你现在看到的状况也是如此嘛 只是赚的这个幅度比较小而已 比如说我们在 持续在追踪跟买进这个 我的老天爷 Oh my God 为什么 绿界在3月15号要上跪 绝对不会因为战争而受影响嘛 他的潜在利益投资利益 他势必会回到所谓的母公司上面 这个母公司是谁 就是所谓的我的老天爷 3687的Oh my God 我们讲多久 到现在目前为止的价格172块左右 也创下近期以来的小高点 大盘大跌不受影响 我们需要是把资金换到像 类似像这样子的股票上面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像低轨卫星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三档 一个叫森达科 一个叫台阳 一个叫明泰 你看今天台阳也大拉特啦 我们需要换到这样子的股票上面 如果你还不了解我的操作 请加入谢一文老师的like跟telegram 好不好 今天节目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见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薪资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皇上且慢 奴婢先用银针测试食物 有没有赌 你到底要测到民国几年啊 报告皇上 测读就交给好物市集 好物市集的商品 有产销履历把关 有国家认可检验单位检定 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有把关 有检定 有责任险 您在乎的 我们比您更在意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想摆脱散户的命运 跟着老师一起赚大波段吗 教老师的Lite 小老鼠Hot Money 888 小老鼠Hot Money 888 谢一文老师掌握筹码趋势 运用独家工具 带你了解大户操作的模式 不用费力研究股票 跟着老师轻松赚 把握农历年前 赚红包行情 卡位限量名额 快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改变命运 就趁现在